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我确实没有告诉她一些事情 当我知道她之前有个孩子的时候 真的不知道如何是好 其实也算是我主动告诉她的 后来我们也继续在一起了 但是在一起的这一年多 她一直都不想跟我结婚 总是以各种理由推脱 我绝对是想结婚的 只是家里的很多原因 我也无能为力 我觉得那些都是借口 我还年轻 你不给我一个未来 我们还怎么继续在一起 欢迎两位 拍了几年 两年 两年多 一个四川的一个广东的 在哪打工认识的 是游戏上认识的 火 游戏上认识之后到见面有多久呢 游戏上认识了两三年之后才见面的 在哪见那面 广东 她过来找我 终于按捺不住那颗 激动的心 就从四川去找的吗 是从湖南 就刚开始的时候 以为她是开玩笑的嘛 然后就没想到她真的是过来了 在我那边陪我上了两个多月的班 然后就上班下班什么的就又送又接的 然后就比较体贴 后来有一天嘛 她跟她妈妈视频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她有一个小孩子 然后那天我就是比较伤心嘛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就问她 我说那个小孩子到底是谁 她说那个是她儿子 然后我就问她 我说你为什么刚开始的时候不跟我讲 为什么要骗我 不是你这儿子是 我得问我替你问吧 好 你这儿子是婚生子还是非婚生子 就是先生了之后 然后没结婚 为什么没结婚啊 那个时候彩礼要的比较多 因为彩礼这个事情就没结成婚 因为彩礼所以没结婚 但是这一段情感留下一个孩子 跟谁啊 跟我爸爸妈妈 就爷爷奶奶在抚养这孙子 是吧 你往下说 就是你发现她欺骗你了这个时候 是吧 然后我就伤心了很长一段时间 后面 就是因为 本身我自己应该也是父母不在身边 担心家庭嘛 然后我就觉得 你是跟谁长大的 我是跟着妈妈长大的 那个时候 因为她又对我很好嘛 我就觉得既然她对我这么好的话 就应该爱无及乌嘛 这小孩子其实也挺可怜的 没有父母关心啊 我就觉得 如果说我可以去 试着去跟她相处一下 实在不行的话 也可以把她当成一个弟弟妹妹那样看待嘛 等于说从一开始 她欺骗你 你的气氛 等到冷静下来之后 变成了对这个孩子的接纳 是这意思吗 哇 这姑娘的心 因为我也有个三四岁的弟弟 有个妹妹嘛 哦 你还有个三四岁的妹妹 等于妈妈后来又结婚了是吧 哦 对对对 然后又生了一个宝宝 哦 哦 那她 她是有这个接受度的 因此说这个孩子就不再成为你们俩情感的障碍了 我这么理解 对吗 对 刚开始是这么认为的 哦 后来她就说带我去 湖南那边 就他们做声音那个地方去看一下 去玩一段时间 然后我们就辞职就过去了嘛 啊 过去了之后我就发现 其实这个小孩子坏毛病挺多的 哦 吃饭的话 追着喂吃饭那种 嗯 然后还有打人骂人这些 啊 我就觉得这些真的是一些很不好的坏毛病 啊 然后我就也是跟她爷爷来了沟通过 我说你不可以这个样子 啊 这样的话可能对她以后长大都不好 她爷爷来来来 当然我的命是答应了的 但是过后她还是该怎么对她还是就是那样 你你在干嘛呀 你觉得你爸爸那样有问题吗 我不知道 我带上班呢 我也不经常在家里 他一班的话 你那你儿子你也不管的 我也管不住啊 你没管你当然管不住了 我管也管不住啊 他不服我管 然后就因为这个等于跟呃 现在男朋友的爸妈就有一些意见和冲突了 是吧 对 嗯 后来就是因为待了一段时间之后嘛 19年年底的时候 他们就跟我回家见父母了 谁跟着回家见了 他他妈妈带着他去我家 双方见面了 然后见面的时候 他就跟我呃 他妈妈就跟我们家承诺嘛 就说啊 你女儿以后到我们家来就 你尽管放心啊 我们会对她好的啊 就像亲女儿一样的啊 就各种承诺就说的哎 反正就说的天花乱正的那种 不不不不咱不用这个天花乱 这个词都承诺了些什么 是具体的说 他就先说了就是那些什么彩礼啊 乱七八糟那些 然后才说该有的 都会有的还放心 哦 就自己提出来说要给下彩礼什么的 聘礼什么 对 然后程度让我放心的安心的待在这边 啊 待了一年多上班的嘛 刚刚是挺好的 嗯 然后等到后面 我妈就是觉得我一个女孩子 又没结婚什么的 老是待在他们家也不好 这个我也觉得不好 要不你就回来 对 要不你就说 让他们提结婚的事 对 要不就把婚结了 光明正大的在那里吗 哎没错啊 出问题了 对 出啥问题了 臭小子 嘿嘿 我觉得没出什么问题啊 哦没出 没出什么问题啊 就是因为彩礼这个问题 然后经常吵架 他是认为没什么问题 但是他父母就是属于那种 就是感觉好像有点装傻 就是好像不太愿意 就是拿钱出来结婚这个样子 那你不是挣钱吗 你拿钱出来结婚呢 我没钱啊 没钱我就得靠我父母吧 那我父母总是沉默不语 你问他们呀 我问过好几次啊 他们怎么说呀 他们又给我明确的答复 哎呀 你爸妈跟你配夺的可真好啊 你对未来有什么打算吗 我之前好好挣钱 然后娶她 跟她结婚啊 然后呢 我觉得我不能再拖她了 她说去挣钱 然后就之前就是不是跑外卖吗 跑外卖来 他就是三天打鱼两天再晚 今天车胎要大了不去 明天就是下雨了也不去 那送外卖不得分个中午跟晚上吗 高峰期才有活呀 那你得出去等啊 你不等那个单就会自己收上门来吗 我指的是更具体的 是你怎么娶她 未来你们俩在哪儿生活 跟儿子的这种关系怎么摆 跟父母的关系怎么摆 你考虑过吗 是这个意思 还没考虑清楚 对呀 所以你就是没做好结婚的准备吗 我感觉她有时候就是 没把自己带入一个父亲的角色 不是她就我 反正我问她这问题就是没想嘛 因为正常的想的是说 我准备要跟你结婚了对吧 我现在结婚面临的问题 比如说 我没钱下彩礼 对吧 我没钱办酒席 对吧 我得养我父母之鼻息 我得看他们的脸色 我得跟父母说呀 哪怕我跟他们闹翻 对吧 这也是个取的态度 第二个态度其实很简单 如果这些都不行 那我可能就要跟你商量了 就我们带着孩子走呗 你愿意跟我那个 过这种特别苦的日子 我们从头来的日子吗 她是愿意为了我去努力 我当然愿意跟她一起啊 所以所有的问题都在她身上了 跟人家姑娘没关系 来你给我解释解释啊 为什么这样 你到底有什么打算 你心里怎么想的 是不是觉得拖拖拖拖到最后 把这姑娘就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的就嫁到你们家了 你这事就算完了 说实话 我想跟她结婚 但是她妈那一关有点难搞 她妈没有明确的说 要多少彩底 那你问过吗 我我爸妈问过 多少钱啊 没说 没有明确的说 但是我们觉得 给少了也不妥 给多了我们经济情况也不支持 但广州的习俗的话 那边的那边的彩底 是比较丰厚一点的 多少钱啊 说来说去绕 按她的话说 最少要得六万六八万八 六万六八万八 这不是高彩礼吧 对我来说就很高了 我现在没有这个实力啊 是我父母的想法 其实是考虑到两兄弟 我我家里是两兄弟的 啊 小的办好了 那大的也得办好 对不对 啥意思 就是我哥哥还没有办 所以给我们办的话 肯定也会考到我哥哥那边 哦 你跟他们谈过吗 我跟他们谈过啊 我问过他们很多次啊 他们怎么说啊 那我爸妈不是说 把买车的钱都给我留好了吗 我说我不买车了 我说我跟他结婚 啊 那我爸我爸答应我了 但是我妈没有明确的 对你说买车的钱也不止六万六呢吧 是啊 他们只是答应我了 但是后续 后续也没有说什么 那你得去挣钱啊 你工作几年啊 我工作我经常换工作 我就问你工作几年 我是十九岁出来的 今年多大啊 二十四 二十四 也干了五年了是吧 就是工作了五年 说手里面六万六都没存下来 你们工作什么了呀你们这是 那钱挣来点全花了是吧 我喜欢玩呗 年轻人不都喜欢玩吗 我也有一颗爱玩的心呢 对 喜欢玩没错呀 你娶媳妇你靠父母啊 这会傻了眼了吧 唉 你要是我闺女吧 我说闺女咱回来吧 不是因为彩礼 真的跟钱没关系 我是觉得太不重视了 就是不尊重这个女孩 没有应有的尊重 这个家庭是没有尊重的 你可以去搞你家族的内部平衡 兄哥哥和弟弟之间那点事儿 但是你不觉得这个女生其实挺难得的吗 就她是真爱你啊 是啊 我很努力在外面赚钱了 再给我一点时间 挣了钱之后 唉 我们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季老师 我觉得这个问题根本就不在彩礼上 对吧 我觉得这个问题啊 处理的时候 女方你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 不能说她让你住到他们家你就去了 这个事情一定要商量好 比如我们什么时候 下彩礼 结婚 你都商量好了 那么我们提前住过去 这还是可以的 你后面的什么事都没有计划性 你就先住过去了 万一 人家婆婆觉得你不满意 是吧 真正的生活在一起的时候 人家反悔了 是吧 现在就有点这个意思 你发现了吗 不下彩礼是什么意思 我绝对不相信 他们家拿不出来那个六万六块钱 我觉得不是钱不是面子的问题 还是你对人家这个女生 你根本就没有最起码的尊重 来来来 夏娜老师 你就是没想真的娶 哈哈 除了没想真的娶 然后你嘴上说的真的爱也是假的 其次我觉得你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 你占了三个步 不忠 不孝 不负责任 不忠是对她不忠 这个不忠不是说出轨的那个不忠 是你没有全身心的爱她却骗她 不孝是因为你啃老就行 你带着自己的儿子一起啃老 所以说你不孝 不负责任呢 是对孩子不负责任 你就徒有一个爸爸的虚名 没尽到一丁点父亲的责任 我提醒女孩的只有一点 你不要重蹈他前女友的负责 忠告二 手不要伸得太长 管得太多 不是你的儿子 不是你的孩子 你想把他当成自己的孩子养 我们不是说 不是亲生的就代不好 但是你要看 这个家庭是否真正的接纳你 如果这个男人真的爱你 把你当成自己的妻子 孩子才有可能把你当亲妈 三个人对你都是这样的态度 孩子都看在眼里的 孩子可是聪明人 所以你手伸得太长 就会让人觉得 你很亲贱 你这么着急给他孩子当后妈呀 你是怕自己嫁不出去吗 你是怕自己离开他活不下去吗 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干嘛要下彩礼 所以人家他干嘛要下彩礼 所以你记住我那句话 不要重蹈他前女友的负责 就好了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包红兄 让一个21岁的女孩 去当一个孩子的继母 真的是难为她 你不要看 你喜欢的这个男生 面向很厚道 其实他无意当中是很有心机的 你看 他有孩子 他并不是欺骗你 但是他刻意的隐瞒你 他在等待一个时节 一个节点 到了以后让你真相大白 这个节点就是你已经爱上她了 你似乎已经离不开她了 告诉你水到渠成 其实现在你们的状态又回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 就是因为这个女生太主动了 太爱你了 喜欢你了 你们就可以这么拖 不是说她拖到越后面 越灿烂 那是古董 啊 谢谢包红兄 白米娜老师 有一句话说 不在其位 不谋其正 你不是他们家的儿媳妇 你就不能够在他们家履行儿媳妇的这一些职责 你不是她儿子目前的后妈 你也没有办法堂堂正正的去插手她的教育 因为你谁都不是 只是她可能随时还会分手的女朋友 你懂吗 你想结束这一切 唯独能够解零的是你自己 你从他们家搬出来 管你是回你自己母亲的家 还是去找一份工作 或者是说到她的城市跟她住在一起 你们在外的租房子 可能都比现在你到她妈妈那边 显得像是一个儿媳妇的状态 要来的主动一点 使自己的这个命运多少能赚在手里一些 21岁你不用着急结婚 21岁你也不要那么早的做决定说 我可以当好一个后妈 我知道你对家庭的渴望 但你要看清楚 这一个男生 男生你不够努力 把女儿托付给你的话 我是你未来的月母娘 我也不敢 刚刚我跟余老师在探讨这个问题 就是如果你好好的送外卖 你能不能够每个月挣到将近一万块钱 因为我以前接触过这样的案例 他为了让自己的女朋友吧 就是也是能够赚到足够的钱 白天送外卖 晚上代假 我说那你拿什么时间睡觉啊 他说从三点以后到早上八点期间 我飞快的补个觉 然后随便吃个东西 然后又开始新的一天 我说这样不累吗 累但是我可以最快速度的赚到钱 赚到钱我就能够把它取回来 但你没有这份心 你有的是回答赵川老师的提问 钱去哪儿了的时候 非常骄傲自豪地来了一句 我们年轻人就是爱玩 我也有一颗年轻人爱玩的心 你把年轻人爱玩的心放在了第一位 把儿子扔给了父母 把女朋友放在了一个被动的 在后头祈求你们家取他的一个位置 你这样的男人谁敢嫁 谁敢把女儿嫁给你 我不认为你在这种感情里头付出了什么 我劝女孩离开你们家 如果她真能做到 女孩将来会不会跟你走到一起 还得看你的表现 我希望姑娘能够硬起心肠 我也希望你能够在女人拒绝你 这件事情上明白 原来是真的要花时间 花心思 花爱 牺牲自己 来换来一个好的妻子 好的家庭 而不是空手套白狼 谢谢敏娜老师 太着急了 那 该干嘛干嘛去吧 婚可以不结 至少现在没到结婚吧 21岁的小姑娘 对吧 该打工打工啊 该认识世界认识世界啊 该谈恋爱谈恋爱啊 现在没到结婚的时候了 因为你现在男朋友还没有长大嘛 当他说出那句话的时候 觉得他不能结婚 我想娶他呀 我没钱呀 我得靠我爸妈呀 那这种男人是绝对不要嫁的嘛 别急着结婚 更别急着当妈 更别急着当后妈 记住了吗 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 我得回去好好地跟我父母说一下 我觉得 老师说的是对的 你要听完老师的话 我有什么感觉吗 我觉得挺难过的 真的我感觉不到你家对我的重视 我会好好回去反思一下 我觉得这个事情 我有必要回去跟我父母好好的商量商量 那你觉得 未来我们能怎么走下去啊 我想继续和你走下去 如果你不努力的话 我会有个例子 时间到了 谢谢两位请回吧 谢谢 这就是生活嘛 认识生活的真相 其实也是这个节目义务的一部分 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请看 我们在一起很久了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可是她总是逃避 一提起结婚 她就用借口搪塞过去 让我越来越失望 我感觉我每天都是随脚随道 每天都是为着她转 她很强势 总是长篇大论 我有的时候只想自己安静地待着 我看不到她的上进心 她的工作不顺心 我帮她安排工作她也不去 我一点也看不到她对未来的规划 我觉得只有自己在努力 我有很多的工作规划 她都看不起 所以我也越来越不愿意和她分享 我其实是努力的在工作中 但她总是希望我的工作 是高薪轻松的 但是我觉得我根本做不到 我们两个人的事甚至她父母都不知道 我想要和她一起为未来努力 但是她从来不直面这些问题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有请这对情侣有请 欢迎两位 你要求来的对吧 来干嘛呀 我们俩在一起六年多了 是一考的时候 参加一考培训班认识的 考啥专业啊 我考的是艺术表演 你呢 我学的是空城 哦 之前一直都是异地嘛 好不容易毕业了嘛 然后我是准备要跟她结婚了 因为已经出了好多年了 就一直异地谈着哈 对 大概是异地了四五年左右 结果她就在天津志找了个工作 是一个地铁安检的 朝九晚五的那种 上一休一啊 就工作很清闲 然后闲着没事呢 她就打游戏 工资也很低 我是奔着跟她结婚往前走的 但是她现在这种状况呢 我是接受不了 我觉得没有安全感 你现在在哪儿 我在长春那边吉林 那你做什么呢 我就有好几份工作 最主要的是做自媒体 结果你在我们天津是吧 我来这边的话就是实习 我也是在长春那边找的工作 然后来这边实习 六个月之后要回去的 是做这个高铁乘务的 那挺好吧 第一是现在还是在异地 而且之前呢 我是给她安排了一份工作 我是做自媒体的嘛 然后我希望她能跟我一起做 因为这个行业比较自由 然后做好了赚的也不少 但是就我最不满意的是她现在这种状态吧 什么状态 就是很懒散很安逸 就很知足感觉 就年轻人我觉得应该奋斗 应该有冲劲 但是她都没有 你有这个想法跟她一起做自媒体吗 是这样的主持人 我不来吧 其实也有打算 我觉得现在我这个生活虽然说工作轻松一些 但是呢她就是这样忙于事业啊 我觉得我们俩她不是奔着结婚了吗 你要是想结婚 你以后就要有孩子吧 那她既然主爱 她工作事业非常能力非常强 那我这样就是可以煮那样 我可以就是帮帮孩子做个饭啊 就是收拾收拾屋子啊 我对你已经刮目相看了 特别好 真好 就特别好真的 就现在男生有这种自觉性就是 我承认到我不行 但是我为家庭付出啊 我觉得这男生挺棒的 我可以有眼光啊 是这样想的 有眼光 然后她给我做了一个就是直播的这个行业 我都把设备给她拿家里去了 就放在那都落灰了 然后她也不做啊 她做得了吗 我觉得她可以啊 因为她颜值够啊 我觉得这个行业前景还是挺好的 所以我希望她也做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她可能觉得我给她找的工作不够好 那她自己之前她是有工作的 但是她状态 就她现在说的一切都是借口 去年的时候她自己的那份工作 她也不认真对待 就我看到的她的状态不是在打游戏 就是在睡觉 特别不上进 我觉得跟她在一起没有安全感 就对未来也没有任何的规划 就我们俩在一起六年多了 从刚开始异地恋 就是一直是我攒钱 然后我就坐十几个小时火车去找她 不管什么过年过节啊什么的 就我身边的人我朋友什么 都和男朋友在一起啊 发朋友圈啊 秀恩爱啊什么的 就那时候我心里是特别特别难受的 就我希望能跟她在一块儿 但是她都不在我身边啊 当时我们就是一直异地了 属于异地的状态 然后她就给我发了一些 这个朋友啊 晒个包啊 那个朋友晒个车啊 我就觉得就是在给我看 就是想 她也想要这些 就是觉得我赚的很少 我给不了她想要的那些 我们俩就异地那么久了 然后好不容易可以有在一起工作的机会了 我是希望她能跟我在一起的 我这不来这边重新找了份工作嘛 然后就是做这个高铁乘务 然后她是先来这边实习六个月啊 就是什么都做一些 现在目前做的是地铁安检 然后做完六个月之后回去 就是分配到高铁乘务 高铁乘务我要再做几年 有可能做这个乘务长 乘务长以后还有职务啊 对 我是有这个努力的 是要回去的 但是结婚的问题她从来都不敢面对啊 我们俩在一起这么久了 我觉得也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我家人也比较着急 就去年的时候 就年底吧 我们俩在我家 然后有一次 我就让她给她爸打电话 我说你就给你爸打个电话 说一下咱们俩结婚的事 就我跟他说了一个小时 我就跟他讲道理也好 怎么着也好 说了一个小时 他都没敢打 没敢打 就是怎么说怂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就不想面对 这怎么叫怂呢 为啥呀 家里人知道你谈恋爱吗 那都这么多年了 肯定知道 知道 他也在我家 就来过我也去过谈家 父母都挺认可的 我就做这个结婚吧 所以 就是说句心里话 还是真的没有准备好 他就那天就突然就是逼着我 你给你家里打个电话吧 让你的父母给你买个车呀 给他买个房子呀 然后他就结婚呢 说这么多年了 然后我就觉得吧 这也不是件小事 我不想给父母带来那么大的压力 我觉得他还是在给我一些时间 我自己在努力赚点钱 然后父母这几年 也在帮我们攒一点钱 我还没有准备好 就是没有给父母打这个电话 家庭条件 你们俩家庭条件怎么样 谁家的好一些 他家庭条件是要比我家好很多的 就我觉得我们俩结婚 买个房啊什么的 就不能成为压力 哦就是在你的眼里 他们家挺富足的是这意思 对 是这样吗 也倒 没没那么富裕吧 就是也就是在家里做一些小买卖 那我接着帮女生问吧 你想娶她吗 嗯是想的 你打算什么时候娶她 对吧 对 三年以后再结婚接受吗 我就接受不了 你想什么时候结婚 我希望明年吧最晚 为什么要三年以后再娶她呢 我认为我这个还没有达到那个能力 我觉得现在还是为时过早 就是你希望靠你的能力 为你们自己的这个婚姻 加一些柴火对吧 嗯 不是完全靠父母来供养你 是个意思吗 对 好 这不小伙子想的挺好的吗 对啊 她说三年之后三五年之后结婚 就是说我还要再等她这么久是吗 我也觉得就是可能对你来说 女生的话 呃 这个年龄稍微大了一些吧 但是我的想法就是 还是想再成熟一些 再那个有能力一些 然后再去结婚生子 觉得她想法挺对的呀 但是就是她 我觉得她在逃避现在 而且她也不考虑我 我是要比她大一岁的 然后我爸我妈那边呢 也一直在催我 对吧 我觉得结婚是两个人的事 没错 对 然后她不考虑我呀 所以如果她要坚持这个的话 你会选择跟她分手吗 我觉得我会 那我问问你接受裸婚吗 裸婚我接受不了 你接受裸婚吗 我也不是很能接受 所以说白了就是 男生现在并没有结婚的打算 对吧 也没有那个能力 我现在就问你 在你心里面 你觉得合适的丈夫 是一个什么样的 因为我比较强势嘛 其实她有我喜欢的点 就是比较老实 然后 我听你们讲述 好像五六年异地 从来没有怀疑过 对我们俩这一点是一直 这个感情多好 很信任 但是我希望我能看到她 上镜的里面 就是哪怕她 可能是比较笨一点也好 或者说就想走那种安安稳稳的事业也好 就最起码得有一个态度 她挺上进的 我觉得她规划的非常好 我没觉得哪个就二十四五的一个年轻人 尤其是一个男的 他去找一份这样的工作 然后给自己大把空闲时间不去学习 不去规划未来 然后去打游戏也好去休息 就我觉得这个男生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对 男生的想法就是我就做一个高铁乘舞 对吧 我机遇好我就做个乘舞长 我机遇不好我就这样了 然后大把的时间我就用来在家里 伺候老婆伺候孩子呗 是这意思吧 因为我选择的这个女人很强势 那我就让她在外面笨 我就在家里面守着 这有啥毛病呢 对主持人你说的也对 就她也可以走这条路 但是得结婚呀 她现在这个打算也没有 她有打算的三年以后啊 我等不了我觉得 那我明白了 就女生急了 不仅着急 而且女生并不相信 所以在你的心里面觉得 三年三四年之后结婚 不过是这个臭小子 逃婚的一个借口 仅此而已对吧 那其实两件事 其他的什么上不上进 是表面的事 最核心的事是 你得娶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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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这意思吧 对 可以的 这是来逼婚的各位老师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季老师 好 男生呢 你是不着急结婚 女生是很着急结婚 男生呢 你是对生活呢 很容易知足 女生呢 是不容易满足 男生呢 是觉得自己能力就这样的 就干自己能力范围内的事 女生呢 是觉得男生的这个能力 还必须还得提升 是这意思吧 所以你看这都是很多 认知上的分歧 而且你这个女孩子 你不像她的女朋友 你像什么呢 你像她的一个人生教练 是吧 你给她连工作都给她安排了 是吧 设备什么直播 她又不是你的合伙人 也不是你的员工 她只是你的男朋友 不要把这些事都混杂到一起 我觉得爱情还是要纯粹一些 这个东西 你不然她能力不俗 你结婚之后 你们俩耳濡 木染香毒以沫 她还有提升的空间啊 是吧 你不要以这个为一个门槛 好像来逼她和这个要挟她 我觉得你要想想 你对她要宽容和温柔一点 她可能受不了太多的这种胁迫 她是承受不了太大的压力 你得用她能接受的方式 让她一点一点的成长 和能力的这个提升 小伙子确实是个潜力 好 谢谢季老师 善达老师 问你一个问题啊 女生 让你选择一下 你是要让她变得先有上进心呢 还是让她先娶了你再说呢 就我希望能同步 不可能 二选一 怎么可能什么都是你的意义 那就先有上进心吧 先有上进心 那当时她吸引你的不是老师吗 对 你在认同了她老师的这一面的时候 她你就要接受她的干预频繁 她就是这么一个人 你要让她把她打造成那种特别有上进心 每天奔着今天睁眼就想我明天要干嘛 我要规划我的人生规划我未来十年二十年 那不是她 你要是要找这么一个人去嫁的话 那你就 另选其他 不是她 而且还有第二点 我觉得你们两个人最没有规划的不是男生 而是你 你恰恰是最没有对未来规划的那个人 人家非常清楚我自己未来要干嘛 我就是要做乘务员这份工作 我现在先实习 下一步我就去这个铁路上做乘务员 然后如果有发展 发展的好 我可能晋升组长什么之类的 如果没有发展 我就这样了 我踏实我满足 可是你不是 你口口声说自己打好几份工作自媒体 你说自媒体有发展有未来 我们现在谁都不好预言也不好断言 但是唯一可以预言和断言的是一件事 自媒体成功的一定是有内容的 内容为王的时代 不是说你当时想着说 我觉得她长得挺好看的 我设备都给她了 让她做直播 她一定能成 那是一定成不了的 也许你觉得你对人生有规划 但可是在其他人看来 你的未来 你的人生可能是恰恰最不安稳的 所以我们很多时候都是我觉得我觉得 但是不一定我觉得那个就是最好的 最适合对方的 所以你想好 你到底是要一个有上进心的男人 还是要嫁给这个甘于平凡的男人 做好选择题 你目标就清晰了 谢谢 谢谢珊娜老师 来 薄红兄 好 女生我非常严肃的问你一个问题 假如 这个男生的家庭状况很不好 假如 他现在刚刚进入职场 他身无分文 你还会这么急迫的 想和他马上结婚吗 请你回答我 我觉得不会吧 当然 你现在是很明显的 粗暴式的 抢制式的 反正他们父母有钱 家里经济壮观好 你没钱没事 马上给我就回 但是这个男生说的很对啊 爸妈的钱是爸妈的 我非常欣赏这个男生 脚踏实地 他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能做什么 男人最大的能力 就是自己知道自己是谁 他清清楚楚 他认为你更适合主外 他愿意做你的显内住 这就是对你的爱 你口口声声说他的工作 轻松 他不图上镜 这是他工作性质决定的 你很显然的是 你瞧不上他这份工作 我不说你是有职业歧视 女生很显然 你承载着 虚荣心的膨胀 你认为我做直播 风风光光 我的男友一起来做 我更加风光 满足的是你的面子啊 男生的意思是 我不管怎么样 参加工作以后 有我自己能力的一部分 然后我再结婚 父母愿意帮助你 就帮助你一点 不像现在 全部是赖在父母的身上 是这个道理吗 对 你非常对 你坚守坚持 如果今天分手了 明天 你们家门口 一定有女生来排队 拨打保票 好 谢谢波红书 余娜老师 我跟余老师想法一样 你的男朋友是一个很踏实的人 他踏实地计划着你们的未来 但是你因为踩在这样直播的风口上吧 你会觉得挣钱比较快 可能来的也比较容易 但我相信你是没有安全感的 否则你也不会逼着他结婚 我一直都觉得你男朋友的选择 没有任何的毛病 无论是选择他主内 你主外 你行你上 对吧 他认为你挣钱多 你主外 可以 还是他对于自己职业的铺舍 我一步一步走 脚踏实地 因为你的工作是有风险的 今天有收入 明天可能就没有 但他的工作 却是可以一直保着的 每个月有固定收入 知道自己接下来几年能在哪 能怎么发展 看得到未来的 对吗 他所有的考虑里头 都证明了这个男孩子的优点 而你却看不到 问问自个吧 是究竟要改造他 还是陪他一起 再挨过这些日子 我不认为一个有能力的 足够自信的女孩子 会被年龄所困住 你比他大一岁 但不意味着 你往前走 不结婚的话 等着你的 是那么糟糕的未来 想想看吧 好 谢谢敏达老师 就他们俩特别有代表性 他们俩 我觉得就代表了 现在两类年轻人 一类就是务实 而淡定的 我为什么特别喜欢他呢 就是在这么大的时候 一个男生敢说出这种话 他敢说出来 说明其实这个问题 他思考过 他不是一个推辞和借口 没有的 恰恰这个女生 代表了现在 很多相对浮躁的年轻人 你没有经过自己的思考 你没有给自己做判断 其实我总结的核心观念 就我听下一圈 第一 您别着急结婚 首要的是 鞏固双方之间的爱情 增进彼此的更加了解 有了这个 什么都不怕 再好的男人 你有你的魅力 他跑不了的 他能跑吗 六年都没跑 以后也跑不了太快 恰恰他能这么稳定 就是他现在这个性格 有朝一日 你把他心里那只大老虎 给放出来了 那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呢 这就是人生啊 你自己琢磨琢磨 如果你是这么说的 并且你是这么去实践的 生活里面就这么做的 我相信你未来的生活 你会获得真的幸福的 你会真的幸福的 就是一个男人 已经看清楚了 家里有一个人强的时候 另一个人就要做一个弱者 去让着他 配合他 二十多岁活出这种智慧 波红 比你我要高得多是吧 对对对 来接下来一起进入真情六十 我觉得吧 现在我一步一步地走 可能就是赚的钱也少 就是 给不了你那么多你想要的 因为我 我也是想结婚的 对吧 但是我觉得我现在 没有那个 那个财力的支撑 我觉得我 还是 再等一等 等我有那个能力 成熟起来了 然后我们再去做这个 结婚生死这件事情 我觉得我们在一起这么久了 就 我能 就我们能在一起这么久 真的不是因为说 我图你什么 我是真的很爱你 我想跟你在一起 你的优点我也有看到 但是我真的就飘累了 我需要有一个很坚实的肩膀 能让我靠一下 但是你的状态 就 我看不到 我没有安全感 谢谢两位 请回请回 谢谢你们 好了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我们节目的唯一官方报名热线是 02-2360-6301 有情感困惑的观众朋友 可以来电报名 不收取任何费用 小心被骗 看看结果吧 我还真不希望 这丫头就跑了 这个很有可能 我觉得还挺好男生 来请开门 哇 哇 哇 应该给他们掌声 哎 等三年行吗 丫头 不着急 淡定着 来来来来 女生今天跑掉的话 太可惜了 太可惜了 来一起见证 始终他们的浪漫时刻 男生主动点 抱 哈哈哈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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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量呢 嗯 非常好 这个能在家里相亲叫子的男人不容易 对 能够 以爱嫁给一个男人 并且允许自己的男人比自己弱 允许自己的男人在家里相亲叫子的女人 就更不容易 对 这应该是一个大观念的转变 谢谢两位啊 祝你们幸福 好 谢谢 请回 谢谢 我们看不到未来 我们也不能说这个未来它一定就怎么样 这是咱们看不到的对吧 对 但是我们期望今天的这个结果 会在现实生活当中被一直延续下去 因为在这一段情感当中 我们看到了这个情感当中 让人珍惜和留恋的那一小小部分 好 祝他们幸福吧 接下来邀请我们的老师进入到 京云中央厨房 让我们一起进入爱情保险机 谢谢四位老师的分享 感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收看 并且陪伴了我们又一期的爱情保卫战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